你跟我张什么空 这又不是你家 这是我先来的 先来后到你不懂吗 我跟你说 你再给我张 我弄你 你信不信 弄你一下 我现在看你啊 弄你怎么啦 每天送爸爸的 老板 肯定要做了 我又现成啊 昨天那个钱打到我账了 我要去现场领五百万 我跟你说 做我的 我那个车机 记住啊 我这个钱新一点 多少钱 三十块就得了 三十块 也不贵啊 对对 你这个收获 转天给我吃 我跟你说 哎呀 过来过来 别吵 我跟你说 要不 我直接给你三百 以后你给我搭 就喜欢他那个样子 你喜欢吃吗 你看到我多久都没有 找男朋友了 那行吧 看着你 找你回去 虽然说每天 转过去了 送他都没有 哎 找到了 老板 他说他不拉了 对 你坐他的车吧 我我坐他的吧 三十块钱 我喜欢坐他的 他现在不止 我现在收工了 我收工了 对呀 你收工了 收工了 对对对 你坐他的啊 你坐不坐 我可以多一点五百 你又多闲咯 都说三十了 刚才又说我十 现在又三十 对呀 十五 真的 十五 我要往那边山路去 快一点 行 我山路最熟悉了 请 坐稳了 哎呦 你怎么 哎呦 你怎么停车呢 我跟你说 那个缘分就到这里了 什么叫缘分呢 你过来先 亲爱的 就亲爱的了 哎呀 我跟你说 我去猜你单身是不是 我是单身的 你过来 但是我妈交代 你晒的 现在不用这么急 打恋爱的 过来 满头大汗 我跟你说 我单身 你单身关了什么事情 怎么不关你 我妈交代我 先不要这么着急 谈恋爱 找你差产太多了 几十个亿 就我 哦 不得了啊 你这个差产这么多 你不找一个会计 回去帮你管账 那到时候 那花完了你都不知道 哎呀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独生子 那个钱 十手都归我的 我跟你说啊 他们已经写下保证书了 万一我一结婚 就把那个家产直接拨给我 拨给他孙子 所以说我对女性方面 要求比较大 又贤惠 农村人 还有 我样样都合适 第一我农村人 第二我漂亮加贤惠 第三我善良 第四我能干 你别少看我 我拉莫迪 一年也能赚过 好几万 我拉了两三年了 我跟你说啊 拉莫迪挣什么钱 那都是辛苦钱 你做一年 我打个电话 跟你说 一笔小生意 给你切五年 跟亲爱的比 肯定是 会不足道啦 你看得出来 你比较喜欢我 但是 你又拿出诚意啊 等下我带你去我家 你要拿诚意买点礼物 给老人家 诚意要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今天赚的 一万 你先拿去买点贵重的礼物 给叔叔阿姨 哎呀 其实 我们对钱没什么感觉的 其实你心意 我买的还代表我心意 不能辜负你心意 你买的就不一样是吧 对啊 所以说啊 等下我 直接打电话给我爸妈 在家里面 摆好印象 搞个几十周 来 亲戚朋友 全部为你接风启程 这么隆重啊 我跟你说话 等下我的心 蹦蹦蹦蹦蹦跳哦 你 别小看你 这点少钱啊 可能你到那里 让亲戚一眼给红包你 估计你有一两百万啊 等下你推到我家 一定哟 啊 啊 缅腆一点 不怎么说话 贤贿一点那种啊 就是听词一点啊 对 哎 今天要问你什么 你叫低声 商店啊 所以说啊 那老头子一高兴 我妈一高兴 那几十一仙家 都是我们两个呢 是不是 是 那这样吧 这不去现场了 这不领钱了 我们去那个 马上上去我那里 等下买的土豆产 我们带你回家 好不好 好 上来 亲爱的 这会儿呢 昨天晚上 那公园呢 煮那个了 哎呀 那个鱼啊 太咸了 搞到现在肚子有点痛 方便一下 那你帮你去 我带你啊 有纸巾吗 哎呀 没撕过啊 哎呀 我屁股大 要两张 要两张了 以前我们是包粽子的 到乡下 都是麻烦 在我们那里啊 我用那个马桶啊 一拉马手 那个马桶 自己包冲箱 进那个屁股 我知道 它叫智囊马桶 对啊 你要 我以前 去我表姐县城那个闸 见过 好 冲那个水 很干净的 那行吗 等我啊 不要走啊 好 找不见你 我心慌啊 嗯 好 换你啊 哎呦 就发大了 现在终于可以 炸油盒门了 以后谁再敢瞧不起我 我就辨知谁 亲爱的 怎么那么久啊 亲爱的 亲爱的 哎呦 完蛋了 那里有条小路 我会被骗了吧 哎呦 刚刚我半路炸了 他微信 把信息放一下 亲爱的 哎呦 来的 哎呦 都怪我贪心 一心想在于我们 被骗了 完蛋了 不行 我打电话给 警察 喂 我被骗了 他整个在做我的错 他骗他单身 他骗了我 一万块钱 对对对 就在那个 刚刚出那里 嗯 我现在去拜祖所 接下吊茶是吧 好 哎呦 救命啊 我的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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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